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一,我以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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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想说我们的行程就不担太多的时间,大家如果要详细了解说我们中心这个月的比较特别的活动的话呢, 大家请回去看我们昨天的直播,昨天的直播的前面大概20分钟的来解释行程,所以大家我就不赞他,主要有几个比较特别的什么,就是我们22号是半年半年在中心的打扫了, 大家应该还没来之前有,如果有实体的可以登记,也有我们在网上登记,这个有帮助什么,是因为那天我们还是会照常上课。 他上完课想说我们就大家在这边一起用餐,他在就马上打扫的话呢,是来统计说需要准备多少餐的数量,以这个为主而已。 和月底就是31,9月1号,9月2号这三天是我们一年一次的那种超见祈福的法会, 和在这边就是8月份的这两个比较特殊或比较大的一些的行程的话, 和如果每个礼拜有一些的多余的变化或多余的加上的课程跟往常不太一样的话, 大家请回去看就是昨天的直播,我就不趁太多的时间在这边那样子。 好,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讲到了,是在这边迫持鱼池中的所有的邪值分别吗? 和在这个分别我们是不是说,前面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他的所分出来的段落,或讲的是什么的话,第一个是不是第一个我们讲说, 如果不对,应该说对于什么文、思、修,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而去这种所谓的乱说,或者说就是随心所,不要说乱说, 而是说那种随自己的意思而去安利的话呢? 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过患? 他为什么会变这个好像是一个随心说或者乱说而已的? 这没有依据,或者他是没有他依靠的? 我们是不是最主要他这边要讲的是什么? 是我们闻的,也就是我们思什么呢? 是我们闻什么吗? 没有闻你何来的思吗? 思是为了什么呢? 也就是为了要去修吗? 这个修呢,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闻跟诗以外,没有在第三者说好像可以闻跟诗以外的修了 所以我很记得以前我们老师,他说有什么一种,应该说如果从一开始学经书 或者在大寺院里面一开始学辩论,有些人到最后什么? 他学完了经书之后,他人家说如果他要去闭关,他要去思维,他说什么? 他还要去找老师说,你再给我一个闭关的绝授吧 你在跟我讲怎么闭关的话呢? 那等于是什么什么? 你所学的,你所思的这么多年,你还要另外找一个,哪有另外一个东西的? 没有所谓的修是一个,听是一个,思维是一个 所谓的所有的听闻,就是为了你听得越多,你可以思的宽广就越多吗? 思的越有力量,修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东西在修了 或者你说我都有别的方法,我不闻,我不思 纵使我们说你拜餐也好,你布施也好,你守戒也好,你什么什么来讲也好的话呢? 这未必会对,比如说我们说修空真剑啊,修菩提心啊,这是两回事嘛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来讲,他不会因为 我们从广的来讲,比较好的修行 二是说,布施、持戒、忍入或者说什么 拜灿、诵经等等等等,这有没有很重要?都很重要 可是一这个,我就可以好像我的修行就会有进步 这你没有听闻,没有思维,只是做这个动作 这对于思维,对于修行,应该可以说只能 最好最好的状况就是辅助而已了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我说我思维变得更清晰了 思维的更清晰,或者要修的更深,只要思的越多嘛 思的越多,就是要听闻的越多了嘛 所听闻的也是为了修 所修的也是自己所听闻的 这两个都是一一一结合的啦 没有,因为他最主要是什么 是不是这边前面的邪职,或者颠倒职 是认为说什么 简责,观修是什么 是我们在文师的阶段啦 所在修的这个阶段是什么呢 好像是要止修 不只是止修,是什么都不要想 而就是不要作义了 是不是他那时候讲的 就是说,若是作义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作义 或者我们不要说作义 有很多人讲说什么 我前几天,或者昨天才有人在问我说 那我们分别心是什么东西 怎么去做的时候呢 的确,分别心可能是烦恼啊 可能是什么 可是他也有另外一分是说他是正确的嘛 他观察的东西是正确的 你不能说因为某一个例子是不对的 你就全面性否定这个东西嘛 就像我说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做菜 是不是都是要刀子 可是刀子也可以杀人 你不能说 因为刀子可以杀人 我就不要刀子了嘛 你是怎么去运用它而已的 同样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是以初学者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能马上升起 现前的或者 就好像一五一十的 百分之百的这种正量升起 那第一个是什么 是要塑造的 造作的 那种分别心要升起来嘛 这就是要修的这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经书常常讲说 是什么 特有文 施修 要培养出什么 是不是就三学的戒定会嘛 如果我听文 思维 修 修的最基础开始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从 我们一直在讲的说 不会外出于说什么 首先的修什么 是我从生语上面的禁止嘛 我生语都没有办法禁止掉呢 更何况是我内心的起心动念 那首先是什么 从生语上面去防范嘛 可能内心有动 你看是不是我们 对某一些人 如果比如说他是 有 爱喝酒的 或者有酒饮的 或有毒饮的 或者有那种吸烟的 上瘾的 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 来讲的 他从喝咖啡因的那个 有些人有咖啡因中 不要说中毒 可是有一些的那种上瘾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顺便跟大家讲故事 大家知道我 比较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跟 是跟穷浪荣木屈一起去 印度他引荐去进入惹爵士嘛 看荣木屈就 跟藏人的 他虽然是在美国住很多年 他跟藏人还是一样 我们那边的藏人的老法师是什么 我们常常以前跟他们开玩笑 他们都不用 出不出户 可是他需要什么呢 他有一本经书 他在做客颂 和他脚底下 因为他床是像 像我这样做 他脚底下要放什么 要一大个水壶 这水壶是什么 是每天早上他的学生 或试着给他煮一大壶的 酥油茶也好 奶茶也好 就放在那边 他们就一直 一直到 和荣木屈那时候说什么 他刚去美国的时候 因为大概是 1960年初的时候 和荣木屈那时候去的时候 大概就是我这样子的年纪 他也 你看荣木屈早期的时候 他也是穿西装 还蛮英俊的那样子来讲 他说什么 他说 有事没事就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纽约 那时候又 第一次碰到藏人 大家没有看过藏人 就觉得很奇特 他常常想要去喝咖啡 他也是有 非常非常爱喝咖啡 他荣木屈是说什么 是每天晚上要睡觉前的话 反而喝咖啡 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 他喝了咖啡才睡得安稳 所以他喝完之后 他一直喝喝 大概喝了15年 喝了20年 可是忽然喝了一次的时候 他说他就天寻地转了 他喝了咖啡 就一直在 好像整个世界在动摇了 他就问医生说什么 他说你是严重的咖啡因中毒了 所以他说你之后 不能再喝这样的咖啡因 因为他以前跟我说什么 他喝那种 Espresso 就是那种 一点点的 一口 可是很严重 他不是喝那种single 单一 是要喝那种double的那样子 两层的那样子 所以一次就 你看 我们真的喜欢喝咖啡的人 是不是有个小小的杯子 要闻一下 他在一口进去的时候 他要以印度人的说法什么 是要直接把那咖啡 直接到喉咙 不要经过舌尖 要直接这样 所以你看他们品咖啡或品茶 是什么 他一定要有一个牺牲 他一定要直接把它吸到喉咙这边 不要经过味蕾 这个才是真正的品尝的时候 荣布静就跟我说 医生这样说的时候 他就马上断了 因为说虽然很痛苦 因为他是已经有咖啡因中毒的时候 内心还是想喝 每次经过咖啡店 内心还是想闻一闻 可是怎么至少规定自己说 我的手不要去碰 嘴巴也不要叫人家给我带来了 内心慢慢慢慢 因为长时间不吃不喝 自然就成习惯了 或者我说 像我自己青春经验也是这样子 我说小时候我跟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一样 在家庭时候 因为我们是岛 应该是喜欢吃海鲜的这样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应该也是那种蛤蜊汤 虾子很爱吃 可是之后 为什么大家看我在吃饭 我不吃海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早期 好像第一次去跟尊哲 听法的时候 我什么都听不太懂 我一直说什么 那尽量不要杀生嘛 他如果要吃荤的话 至少不要吃那个小小小小的那种 一个小小的东西 那所以在自己那种 比较幼稚的想法就想说 那小小是什么 我可以讲到说就是 就是虾 虾类 鱼类的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断的时候 那看我说 现在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手没去碰 也没有想到 从意识上来讲只要闻到 或者人家我尝一口 大家只要看我 我说这一定有鱼 他说没有没有 我说你去问那个厨师 马上可以知道 他已经变成是从 内心上面一看到就 这不是我要吃的 或者跟我没关的 他是从 像我们从一开始 是刻意的说 我身体也不要去碰 我嘴巴也不要叫人家帮我拿过来 可能内心很想 很想 可是因为身体不接触 嘴巴不讲的时候 是不是他慢慢导致到说 我内心自然而然 长期不碰 他就厌恶这个东西 或者 不喜爱这个东西 或者不能接触这个东西了 同样呢 我们对外在的食物是这样子 同样对于 杀身啊 偷盗啊 邪音啊 妄语啊 可能是嘴巴上很想要去说 可是因为我提醒自己说 我内心很想 可是嘴巴 至少我嘴巴不要说 慢慢慢慢养成习惯 慢慢养成习惯 慢慢养成习惯 是不是他自然他就遮止了 这是一般为什么我们讲说 从别卸托的戒律 或者像我们居士讲五戒 八戒来讲的话 他不是还没有讲到说 我防范内心的这个地方 我是防范生语的造作吗 所以这是讲说戒的生起吗 有戒的生起 生语的戒定 我们还没讲到菩萨戒 什么等等 我们说别卸托的戒 见底的时候 他是不是说 因为我的内心 因为我的生语的遮止 我的内心可以比较平静了吗 我不会胡思乱讲的 我不会乱跑的话 这就是什么 由戒而生定的关键吗 是不是我们从戒学升为定学吗 定学有一个基础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才可以有真正的会学 我们没有定学 有没有会 有 有那个简责的 可是他是很有限的 他没有办法发出他的真正的 的力量 或者他的威力出来 真正的智慧要 我们好像说什么 这三学当中所谓的会学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定的基础上面 在这种去检责吗 他说我是不是 举的例子来讲说什么 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心是 多方向的思维 或者我们 最容易 观察到的是什么呢 当我好像要收拾心的时候 我是不是想到很多事情 很多 我不是说大家睡觉的时候 是比如说我在白天想要把 内心静向来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很多的 杂七杂八的念头在内心 好像一一跑出来 这不是那个时候才跑出来 本来就这么乱 只是自己没有观察到了 像有定学是什么 等于把这个散乱集中 翻一个时候呢 因为它集中之后 它是不是力量变大了 力量变大 再去观察的时候呢 这才叫做什么 叫会学了 所以这是由 借学而生定学 定学而生 会学嘛 所以我们是从 从文师修而生 界定会的这边来讲 一般我们常常讲的这个 在 不管是 巴黎语系的也好 梵文语系的传承也好 或者我们所谓的 藏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也好 都是讲这个嘛 文师修而生界定会 文师修生界定会的 这个过程 是一致的 好 那我们 准备把 上次的这个第一大段 讲完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讲说 我们在这个第二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 在 葡萄茨地广论里面 他没有分这个科判 可是在思维上面 想说什么是 我们是不是在讲说 我们在迫持 与此 当中 修鬼的邪直的时候呢 他先把什么 把 邪直说出来嘛 对不对 宣说他的程序 或者说出他的邪直是什么 之后我们变成是要 去破斥嘛 他在破斥的当中 在正破斥的时候 在破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四个阶段 有一个是正破斥嘛 认识这个邪直 持有这个邪直的人是谁 第三个是说呢 那这样一个邪直 或这个颠倒宣说 是反而对佛教没有任何帮助 或对教法没有任何帮助 而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使他衰退 或者说衰竭的主要的因素了嘛 而第四就是说什么 我们至宗这边所说的修的话 是可以分为 止修跟观修二者皆有的 或者二者皆有在这边的观修 还有我们在这边所说的 在破斥当中的正破斥的时候呢 是我们上次又说 他又可以有六个 六个段落去思维嘛 和这个段落是说 因为不了解文师修的这样一个建立 或者文师修的真正的含义呢 而去乱说了嘛 而产生这个了 和第二个我们是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什么 那第二个是在什么 如果对文师修不了解的象征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对文师修不了解 或者说是不清楚的 这个外在的表征或者外在的象征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边后面开始来讲的 所以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边吗 我们说 好应该是到这边吗 我们是到这边了 就是五十三页的倒数第三行 就是说什么 去无错道 不须多闻 亦成善说吗 要这边 我们是到这边了 好 看这边的第二段他不会太多 我和他的文字从来是 为达此等恶药之相 既是多习经典续部 予依从来为习教者 予正修时 二人所修 全无多寡 又比行者 是指文法 即以观者 观者等以为过失 这边来讲的话是什么的话呢 这边是第二段落说什么呢 那 在这边他那种 不去没有了解 或者不真正的了解 恶药的相貌 或者这个是他的表征是什么吗 他那可以 他那代表是什么 是不是我说 或者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 你看我们一般的人是不是这样 你跟我说我不懂的话 这个你看我的表情的话 就代表说 我没听懂你的吗 或者有些人是不是 耸奸啊 或什么呢 那代表说什么 这是一个 外在的一个表征 代表说你就知道我说 你说什么 从我的表象这样子来讲 大家可以知道一样的话呢 这边也一样就说 如果 对文思修 不了解的那种 好像那个象征啊 我们怎么 我们不 虽然我们没有读心术 或者大家得解 他会有什么表征 会什么样 像相貌出来的话呢 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那不管是在于 险教来讲也好 或者这边所谓的续部来讲 就是所谓的密秤 因为有些人说 什么多文是险教的修法 密教不用听文的 这是我们常常 是前面嘛 我们不是在 道治理的最前面 他说 金情与缺多寡文 寡文不散修心药的时候 什么很多现在来讲是说 现在想多文的人呢 修的就不多了吗 想要去修行的人 又觉得说我不要去 去听文了 或有些什么是 我现在修险教的人 就说我就不要修密秤了 有些人修密秤 就不用修险教的 等等来讲的话呢 这都是一个很错误的 前几天我还是也碰到人 他说那 尊者在讲密秤的介绍 或者最近尊者出的 密秤的书里面说什么 如果没有空正见 没有菩提心 是没有办法驱入密秤 是正确吗 或者我们怎么得灌顶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我说对啊 真的啊你要真正的升起 密秤的道地来讲的话呢 你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 没有空正见的这个地方来讲 他不可能真实的修到任何的密秤 可是这边所说的出离心 菩提心空正见是代表什么 那有他的程度上的差别吗 有些是我们以前讲的 他百分之百他已经升起了 那种任运的毫无造作的 真正的出离心 菩提心空正见也可以这样子 可是有一种我们对什么 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是什么 是我听着善之士的这样子介绍 我随份随力的去 我不是为了我今生的荣华富贵 我不是为了什么 而我是真的为了要想要获得卸托 或获得一切种子 或者对空心会有这样子 随份随力的 随我的能力而去 照做的去修的时候呢 你最起码要有这个东西了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没有 所以我说真的 你看什么菩提心是什么 这个词都不知道 空正见词是什么 都不知道按去受惯点 有没有得灌顶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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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至少说什么 你搜完一个灌顶说什么 我去的时候什么 你有没有接受一个加持 或一个逼鬼 有啊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说 获灌顶的意趣吗 或者目的不是为这个的时候 那个来讲的话呢 这边 讲更广一点来讲的话 只要获得 在险价要获得戒的时候啊 我们再说别卸托戒的话 这个戒的话 都需要一个出离心的设词 如果只是为了 今生 在经书上有介绍说 比如说 有些人想要出家 或者想受戒是什么 因为以前有说过 如果他只是为了想要逃难 有灾难 想要这样子而去出家的话呢 他戒体也不会升起 纵使他参加那个仪轨 所生出来的那个戒 那也不是别卸托戒 或有些人只是说什么 我听到说我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或者我变为国师 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而去做呢 他虽然有受了那个出家仪轨 或者受了在家居士的五戒的仪轨 可是呢 他也不升那个戒体 也没有升起别卸托的戒体了 所谓的别卸托的戒体 最起码是要有出离心的设词 可是有些人说 那我出离心是什么 我都不懂的话 那怎么样 你看为什么在受戒之前 是不是每一个的出家和尚 或者应该来讲 都要跟你介绍说 你今天所受的这个戒体 不是只是为了今生 如果你为了说是我 好吃好穿 或者乃至只为了下一生的话呢 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 你要尽量去思维 是为了至少为了卸托嘛 而去思维的话呢 我虽然没有办法升起的那种 真正的出离心 可是有升起一个什么 有个造作的出离心 由这个造作的出离心而去设词 这是必备的 在以别卸托界了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样 这边的文思修 不是在特别讲说 险教也好啊 或者不是针对在特别讲说密教了 不管是你要在于 险教这一方来讲也好 或者在于密序这一方来讲也好的话呢 如果按照你说的话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作为广为斯文的 他这边来讲是不是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既是多习经典续部 与意从来未习教者 这什么呢 他说 因为他这边来讲的话 他没有或的意思 好像我看到的话 这边法尊 法师翻的说 经典续部的意思是什么 是他好像把它并在一起了 钟大师我自己这边的解读 来讲他不是并在一起 他是说 那有一个是说什么 有一个是 对于险教多文的一个修行者来讲也好 或者是对于密称的 广大的修行者来讲也好 与一个什么呢 一个对完全没有去学习 险教的这样一个人 跟完全或者是完全没有学习 密教这个人来讲的时候呢 那再以这个两个人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你说的是 毫无帮助来讲的话呢 那这两个人在听文之后 因为听文是不是在准备嘛 刚刚讲的听文在准备 那从现在 开始要正修时候呢 与正修时嘛 在这个现在要正修时呢 如果是按照你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这两个人来讲的话 他正要正去修行 正要修的时候呢 他们所修的 或者所生起来的修行的正量啊 或者能修持的 应该讲说 没有分多与少了 应该是变成一样了 但不只是 一样来讲的话呢 和说什么呢 如果 这另外一个逻辑了 他说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余是什么 是指文法及观者等以为过世 诸恶鬼派令成坚固 是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又比行者 是指文法及观者等以为过世 如果在这边来讲的话说什么呢 说同样想要再去修行的时候呢 应该要把它说什么呢 把说把听文法跟去简责 去思维 而持某一种见解来讲的话呢 要把它看成是好像在破坏我的修行啊 反而是没有帮助的 这样子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说这样一个说法来讲 就变成在这个血液当中 或者在西藏的这个地方来讲 变成一种恶说了啦 会有这个流行了 这代表说他真的没有了解到文师修 或者用白话来讲的话 一个是说什么 从一个来讲的话是说什么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来讲的话 有文师跟没文师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呢 他的修行也不应该分多与寡了 力量也不应该分多与寡了 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呢 不只是这样子呢 你应该说反而是说什么 如果要修行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呢 那种文师 听法也好 去思维法来讲也好 阅读经书来讲也好 这个一个都是变成什么 变成修行的障碍了 这样一个有恶说 或者表征的是什么呢 表征在说你根本完全不了解说 文师修三者的关键呢 这个完全都表征出来了吗 是不是说 诸恶鬼派令臣兼顾 从这个很明显的就看得出来了 等于我们到第三个了 这第三个科判的话呢 我们后面就说什么 他说修跟修所成是不一样吗 第三个科判 这边里面的第三个科判 或第三个段落分子 是有些人说那我修 我又没升起什么正量啊 我没有改变啊 那是什么 我说修跟修所成是不一样吗 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说 文跟文所成又是不一样吗 思跟思所成是不一样的 同样修跟修所成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 事故串习文士二会所决定义 虽非修成然许是修 有何相违若相违者 则诸益胜未得出成 未到定时应全无修 以御地中 除说已得入大地时 有彼因缘可胜修所成会之外 予以御地无修所成 对法论重述宣说故 故言修者应当了知 看这边来讲说什么 第三个科判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对于文所成的会 跟思所成的会 他们各个所了知的吗 是不是文所成会他虽然 没有真正的了解那个境 可是他是不是有什么 他有文字上的了解吗 或者我们用白话一点 我们常常是不是说 他是文字上的了解 或者表层上的了解 我没有真正的了解吗 像我说什么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是不是常常举说 像我自己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对 应该至少说 因为我怕好像说大话 可是我说 那我比较 讲例子来讲说 至少对中大师的 或者对大小秤的 这个有一个 有文所成会的吧 有自己在思维过 有一个思察师 认为是这样子 也有在一个表面上的 文字上的一个认知的 可是没有真正的 思所成会还没有生起吗 思所成会是什么 是我自己这一方 用一个比度 或比量去了解这个东西吗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如果到这个阶段 我就已经正空性了吗 还没有到正空性吗 可是至少说什么 好像空性是这个东西 我把它认为 这是什么是 文字上的理解吗 我表面上去理解了 有可能真正的说 有可能还说不出来呢 所以 乃至是 文字上所理解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思所成什么 比量啊 比度啊 我推理出来的这个智慧 所了解的东西 我不断不断的串席 我不断不断的串席 这叫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说什么 他是不是就是说这边 事故串席 文诗二会 这边文诗二会 是什么 不是只是文啊 而不是只是诗而已 是文所成的会嘛 文所成的会 他所表面上所了解的那个静也好 或者 事所成的会 他所了解那个静来讲也好呢 我把 以他所了解的时候 我在不断反复的去串席 不断 他是不是 事故串席 不断不断的在串席 不断不断的在内心在 素素的去思维的时候呢 乖非修成 说什么 这样一个动作 或者这个来讲的话 這樣不断不断的在内心串席呢 虽然他不是修所成啊 可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但他是修啊 又有什么相为 是不是 característ这刚刚以上 对文所成的会 跟思所成的會升起之後 我在這邊還不能停止 要不斷的再從這個進 再不斷去思維 再說思維的時候呢 雖然這個東西本身這樣的思維去串席 我們不叫它修所成 可是我可以叫它是修 這我們在內心為了 我是不是以前我們跟大家講說 什麼叫做修啊 修就是說 或者我是還沒有獲得 我所觀察的這個東西 或者我所觀察的東西想要越來越清晰 我一而再 再而三或者不斷的反覆在內心這樣子熟悉 熟悉 我們所謂的串席就是一直熟悉它嗎 一直在串席 串席是什麼 它是像一串念柱一樣 不斷的這樣子一直在繞著走 在內心這樣子繞著去熟悉它 這就叫修了 我們在修 像我們在藏文的話呢 這個修這個字 因為藏文它的文法有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是不自主的 它有一個叫自主的 或者我們中文叫什麼 刻意跟不刻意的 所以藏文這個詞是一樣的 有一個是不刻意它也叫公 刻意的也叫公 可是那種不自主的去串席什麼是 譬如說我的惡行 所以我也在一種修嘛 因為為什麼我是在我內心當中不自主的 沒有自主權我不斷在串席 像我說什麼我喜歡啃手指 那是什麼是修啊 這是碩碩串席啊 可是這不是我刻意去修啊 我們這邊所說的 修所成 跟修是什麼 是我刻意的 所以我看我們煩惱不會 我刻意去修嘛 是我不自主不經意的 我們修所成是什麼 我所要觀察的東西 我還沒那麼清楚 還是模糊 或者還沒那麼清晰 我要使它更清晰 或者我內心像我還沒有 生起菩提心 我為了要生起菩提心的緣故 我不斷的不斷的在內心當中 串席熟悉它的時候 這才叫什麼 我們這才叫做自主的 或者刻意的去修嘛 刻意的修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樣 我會說它是刻意呢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說 像已經生起圓滿的人的時候 他內心就不會有修了 像什麼 像佛頭的心虛 他就不會修了 因為他沒有要使他更清晰 沒有要說我為獲得 而為獲得的緣故 不斷的塑塑在內心 這樣子去熟悉或者串席的話 因為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說佛頭的心虛 是沒有所謂的修 他不用再去修了 可是你說佛頭的心虛 有沒有修所成呢 當然有嘛 那個修所成當然是有 所以就像這邊 廣論裡面講說一樣 那修所成 它有修不代表它是有修所成 有修所成不代表 是一定要有修 一樣嘛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於對文所成會的 所了解的那個東西 師所成會所了解的東西 我內心在不斷不斷的串席 不斷熟悉的時候呢 雖然這不叫修所成 可是我把它叫為修 那有什麼過失 又有何相違呢 就是又有何相違 是對於說什麼 沒有任何相違的意思嗎 沒有任何的相違 所以呢 有何相違 那若相違者 若相違者的話呢 是說什麼 這一段的以前 比較難理解 和我們以前在現觀傳言論變的時候 常常會引用這句話 可是我之後發現 發現什麼是 我們引用的跟 真正的意思不太一樣那樣子 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說什麼是 當它到高 我們以前的認知是什麼 是 當它到某一個很高的階層 譬如說它到八地菩薩 九地菩薩 它就可以把 預界的心跟修所 有一個預界的心 可以變成修所成慧 因為我們說 一般所說 修所成慧的心思是什麼 都是上界的心 屬於上界心的範圍 因為我們預界的心的 觀察都是太粗分了 所以一般我說修所成 是什麼時候產生呢 像譬如說我們在說什麼 指觀雙韻啊 或者說我們所謂的 用的比較大的詞 有時候生魔他啊 或者禪定啊 或者有些人把它翻成叫等詞啊 等詞升起的時候呢 這才變成叫修所成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我升起菩提心的時候 然後 需不需要修所成 你看 後面菩提道次第廣論也有講到 他說 菩提心升起跟修所成慧來講 不是等於正對比的那樣子 剛開始菩提心升起來 就等於是他是一個 失所成的而已 他還沒有到修所成 慢慢修 慢慢修 他會變成修所成慧的 或者修所成的 他不一定是馬上 就好像我認為我進入 五到十地 我馬上就要變成是修所成的 這個未必然的 可是我個人說大家 我引用以前 我們在辯論 常常辯論這一句的時候 就引用錯誤 就認為說 這後面這一段 這一句只是 認為說 他到高地菩薩 高層菩薩的時候 因為他是 自主了 他可以用很粗分的工具 他也可以 像玉記的心 他也可以把它變成修所成了 或者我用一個例子來跟大家講 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你看我說 縱使像我 因為我是剛學會開車的人 你給我好車也好 你給我不好的車也好 至少你給我一個像一個 賽車來講也好 我開的速度也就 技術也就這樣子 沒有對我 沒差別嘛 我沒有那個能力 可是什麼呢 是不是他認為說 那如果你開那個職業賽手 那當然他用那個 賽車他也可以開得很好 他縱使是那種很破爛的車 他也可以開得跟我們 我這個車子還有這個功能 還可以做這個東西來講 來講一樣 那時候我們的認知是說什麼 因為菩薩到他高層的接位的時候 他已經不只是說他可以用 上界的形象禪定啊 或者匹薄聖他聖魔他變成修所成 連欲界的心都可以變成修 當然也有這個能力 不是我說這不是否定到這個詞 當然有這個東西 可是這不是這一段話要講的意思 我們多年之後 再回去看的時候才發現說 對對對那個 引用的沒有引用的恰到好處是 錯誤的 我們等一下會慢慢介紹 因為這一段的 最後面這一段詞彙 我相信大家如果以前有學過 普道次第廣論的話 應該是很難有人跟大家解釋 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是完全是跟 現關專案論的經書是 配合在一起的 你沒有現關的一點點的理解 沒有真的自己去視為過的話 這一段就是說什麼 隨意而說這個亂說了 我說真的是隨意而說而亂說 這個真的是 你看我說我真的 我們在讀現關專案論的時候 我都說我都 那時候在那個情況下 都沒有一五一十的了解 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思維 想說是 因為高階的菩薩可以用到欲界心 這沒有錯 可是不是這一段要講的意思 好我們先把一一一 跟大家慢慢解釋的話 他說什麼的話 他說什麼呢 如果我們說出 是相違的話呢 他就說 若相違者 摺諸 益聖 畏得 出產 味道定食 那有什麼呢 意思是說 如果你說 修 跟修 他是修 但不是修所成 你認為這樣子有產生一個香味 因為你認為說 修就一定是修所成的話 你跟我上面說 我們上面是不是說 又有何香味嗎 如果你認為是香味的話 你代表是說什麼 如果是修著一定是修所成 對不對 我說我可以修 但不是修所成 這是不香味的嗎 我可以找到兩者皆是的例子嗎 兩者 就是我們是要把色類學的邏輯 挪來這邊 他說 不香味的意思是在有說什麼 他現在兩個比較是在比較什麼 修 跟 不是修所成 這兩個來講的話是幾句型嗎 對不對 修 跟 非修所成嗎 或者不是修所成 這兩個幾句型呢 他說 如果修的話呢 不一定是 修所成嘛 對不對 我可以找到一個例子 是 修 也不是修所成的這個例子 我可以找到了 那我可以是不是找到 我可以找到也可以找到一個是 是修 又是修所成的例子 也可以找到了嗎 可是我說 不是修所成 也不是修的有沒有 也有嗎 是不是 那我們這個都一一可以找到 我又不是修 也不是修所成的 這都可以找到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說這個可以是一個四句型的東西嗎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他說 又有何相違的話呢 代表沒有相違嘛 我可以找到一個例子是 既是修 又不是修所成嘛 對不對 那我舉什麼例子 我對於 文所文慧的 所了知的那個禁 跟 思所成慧所了知的那個禁 在內心當中 碩碩思為的時候 碩碩串襲的時候 那叫什麼呢 那叫修 但不是修所成嘛 或者說 又是修 又既是 非修所成嘛 對不對我用這樣子來講的話 可是如果你認為相違的話是什麼呢 就代表說 你認為說 若是修者一定是修所成了嘛 若是修一定就是修所成了 這是按照他的邏輯這樣來講的話 是不是你看我們 現在每次在講說瓶子柱子啊 這個 現在這個就要派到用場了 真的我說這個是 是不是一一的邏輯在 前面在講瓶子柱子 顏色的形狀 我說 你顏色有多少個 形狀有多少個 對我們來講 有也好沒有也好 真的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可是是什麼 是那個邏輯嘛 那個施責要拿來這邊用了 如果你認為相違的話呢 你代表說什麼 若是修者一定是修所成了嘛 那如果修 就一定是修所成的話呢 他說什麼 這邊來講說 乃未獲得 還 這邊的意思是說 摺住益聖 為得出產 為道定食 他在這邊來講 因為我這個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難懂 我們在藏文的意思是說什麼 但還記得以前我們講過 如果有對禪定的這個地方 有介紹過 我們有要禪定的陣型 跟禪定的禁分嗎 禪定的禁分的意思是什麼 是獲得了禪定 獲得了奢魔他 可是什麼呢 他還沒有把下界的煩惱壓制 他還在對峙的階段嗎 我如果還沒有獲到 所謂的禁分來講的話 我用玉界的心 是沒有辦法去對峙到 玉界的煩惱 要到 依著上界的這種的 的心 來壓 或者來對峙 下界的煩惱 所以我一定是用 上界的奢魔他 來去對峙 玉界的時候 這個狀況叫什麼 我們那個時候的 這種禪定的狀況叫 禪定的禁分 當已經把下界的煩惱 壓制也好 或者把它斷除也好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禪定叫什麼 從禪定的禁分 變成叫禪定的陣型 所以同樣 我們從玉界的心 要變成禪定的心的時候 他會經過禪定的禁分 出禪的禁分 出禪的陣型 他要獲得二禪定的時候也是 二禪定的禁分 二禪定的陣型 也是什麼 之後以此推類 三禪定的禁分 三禪定的陣型 四禪定的禁分 四禪定的陣型 所以這一大段是什麼呢 來講的話 他等於說什麼 乃至 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對不起我說 法真法是說翻的是什麼 折住一身 味的出禪 味道定時 應全無休 這個一身來講的話 我們在 藏文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一身就是 凡夫啊 普通人啊 普通人啊 他 法真法是這邊來把是什麼 一身是什麼 他直接把 把藏文的意思直接翻過來了 因為 在藏文的意思是什麼 一身是什麼 是個別個別生的意思了 一身的就是我們所謂的 凡夫 個別個別生在輪迴了 可是我們一般現在的 一般比較少人會用詞是一身 我們都是用所謂的 凡夫了 普通人啊 凡夫了 那如果你按照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因為我上次剛剛講說什麼 修所成的獲得再來什麼 但獲得奢魔祂嘛對不對 要獲得奢魔祂才才獲得修所成嘛 但是現在反過來說了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來講的話 如果修 就是修所成的話呢 那是不是代表說 乃至還沒有獲得 出殘定的 禁分的這個的凡夫 這樣一個人來講的話 他完全就沒有修了嗎 還沒有獲得出殘定的 禁分的這樣一個的 反覆來講的話呢 他內心當中就不可能會有修了嗎 是不是我們剛剛 大家有沒有聽到那個邏輯 我把那個邏輯再整理一下嘛 是因為我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 你看我給大家看 你看我自己是不是也有化現 化現是以前 這段覺得是要很難懂啊 所以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跟大家講 這邊大家講說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說修 就一定是修所成的話呢 那是不是代表說 我們修所成是什麼時候獲得 我們剛剛才是不是跟大家講 一般的修所成的初次或者 過了那個門檻是什麼 他有沒有獲得奢魔他嗎 有沒有獲得奢魔他 他如果要獲到奢魔他的話呢 是不是他一定要獲得了 什麼時候初次獲得奢魔他呢 他何時得到出殘定的禁分 他才算獲得奢魔他嗎 所以按照你這樣子的說法來講的話呢 如果還沒有獲得 出殘定的禁分的時候的 這樣一個凡夫的話呢 他心虛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修了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修所成嘛 他沒有修所成 按照你的說法就變成他沒有修了嘛 是不是這一段的話 這在說 若襄為者 折住益勝 為德出殘為道定時 應全無修嘛 是不是到這邊來講的話這一段 可是 前面沒有一點點邏輯的話 他 會不會好像 就是顛倒過來這樣子來講 他要說什麼呢 應全無修 以欲地中 除說以德入大地實 是什麼呢 所以他來講說 除非在什麼呢 在欲地的時候 這就是我以前的錯誤的理解 我以前也常常錯誤的理解 以欲地中 以欲地中是什麼 代表說 這個地不是真正的地 這不是這個真正地 這個欲界的地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欲界 欲界大地 這不是欲界大地的意思 是我依靠著欲界的心 作為基礎而生起功德嗎 生起禪定 生起生魔它 或者是 他用欲界的大地的意思是說什麼 是我用欲界的心 作為我的基礎 能不能生起像 那種所謂的禪定 或者什麼來講的話呢 他是說什麼 那時候我的認知 所以我就說 以前認為說 後面來講說 除非他是在菩薩的高階層 因為他說什麼 他到高的 他是不是說 除說以德入大地時 那個大地時是什麼 我的以前的解讀是什麼 是菩薩的高階層的地位 因為他有八地 九地菩薩 十地菩薩 在大地菩薩的時候 他可以依靠欲界的心 生起修所成 除了在這個結會 是沒有的那樣子 我是很容易有這樣子的 錯誤的理解 可是這個真的 不正確 可是我不要說不正確 不是這邊真正的意思 是自己解讀 這邊的所謂的 欲界的意思是什麼 看到別的祖師大德來講 這邊的欲界的地來講的話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在講 那個九住心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說 初禪天的禁分 是為 欲界的心跟初禪天的心的界線嗎 它的界線在於這邊 所以最後的高階層的欲界的地 是在 欲地或者欲界心在哪裡呢 是在我們九住心裡面的 第九住了嗎 所以我們這邊的用詞等於是 如果我沒記錯 我們第九住心是什麼 專一住嗎 是不是還是什麼 這句的酒吧 內涅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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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酒吧 內涅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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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平等住吧 如果我沒記錯 應該是平等住 第九住心的 第九住心來講的話 這等於是 欲界的心裡面的 最後一個階段 第九住了嗎 第九住心來講的話呢 在這麼樣高的階層 依它來講才可能生起 出殘天的心事嗎 我們這邊的欲界的丁 是跟我講的不太一樣 我以前的認為是說什麼 是這兩個地 一個是分高階層的菩薩 下面是欲界的心 它是用欲界的心 在高階層的菩薩的心去 它能生出功德 可是這邊主事大人的解釋是說什麼 這邊所謂的 以欲以地中 我依靠著欲界的心 這欲界的心是指誰呢 是第九住心了 除非到這樣高階層的 欲界的心的時候呢 依它才能生起 修所成的功德 例如說什麼 出殘天的禁分 奢魔它 到這樣一個階層 我才可以依靠著欲界的心 生起出殘的心 除了這樣子以外來講的話呢 是一般的欲界的心 是沒有能生起修所成的啦 是我們一一來看的話 它說什麼 以欲地中除說已得入大地時 有筆因緣可生修所成會之外 是不是說 這邊意思是說什麼 除非你已經到了像欲界的心事裡面的高階層啊 高階層什麼 第九住像第九住心的那樣子階層的時候 依靠著這樣一個心才能生起 修所成的 一般來講的話呢 不會修所成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講嘛 它如果按照你說的時候 禁分的時候呢 它就不可能有 預計的心變成修所成啊 你要修所成的初次獲得什麼是在於 禁分的時候 那你在凡夫在欲界的時候 它根本就什麼都沒有修了嘛 因為修所成可以依靠欲界的 他說可以啊 我依靠欲界的心而有修所成 欲界的心是沒有辦法這樣子 馬上獲得修所成的 你可以依靠著欲界的心而修所成 要到什麼階段呢 要到第九住心的這麼高的 第九住的心的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它才可以升起修所成的 不是像我們一般的這樣子 就可以馬上升起修所成了 所以他說什麼呢 以欲地中除所以得入大地時 除非在於說 以到很高階層的欲界的心 第九住心的這樣子來講 高階層的這樣子呢 才可能依靠著這個欲界的心 而有比因緣 而依靠著這樣的一個欲界的心呢 而才能可勝修所成會之外 除了在這個以外 來講的是說什麼呢 跟升起 別的時候呢 於欲地無秀所成 在別的時候呢 我們是這個欲界的心 是沒有修所成會的 或者沒有辦法有修所成的 這是什麼呢 這是在於對法論中 對法論中是什麼 是阿比達摩的經書 我們是阿比達摩裡面就可以 或者會學 阿比達摩主要是在講說 會學啦 可是這邊來講的阿比達摩 或者說什麼呢 或者說我們在講說 阿含經裡面啊 等等都說這樣的道理 來講說 有對法論中所宣說故 是什麼 它不是一次 而是多數多數的 常常在說說 我們除非是在於高階層的欲界的心事 以第九助心等這樣的心事 依它能升起修所成以外 一般的欲界的心是沒有的 所以按照你的說法來講的話呢 凡夫是根本不會有修了嘛 因為它不會馬上就到 那麼高階層的位置了 好 看這個後面來講的話 等於到這邊來講的話 對法論中所宣說故 這邊來講的話是第三個課判結束 就是說修以及修所成是有什麼差別了 所以這一段的話 因為大家有這根是四禪八定 比較有關係的話 大家如果沒清楚或不清楚 在哪裡的話 大概我們出了比較多的名詞是什麼 是欲界的心 例如說我們像九助心都是欲界的心嗎 到於什麼出傳天的禁分 出傳天的陣型 這都是所謂的上界的心了嗎 這才會變成修所成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回去複習一下就知道這邊 講什麼 看也比較聽得懂 我們這一段是什麼的這樣子 它後面來講的話 這後面是說 顧言修者 後面來講的說什麼 它對於說修的字面上的意思了 第四個課判就已經準備說 對修所修的字面上的意思是什麼 和我們今天先把前面的三個課判 講完是不是 我們就等於說 對於文師修的這種的建立 不清楚人的亂說 第二個是說什麼 對於不了解文師修的關鍵的 它有什麼的象徵 第三個才講到說 那修跟修所成是不一樣的 有差別的 和我們下面第四個課判準備講說 修所成的字面的意思 或者它依靠修這個 不是修所成 修的字面上的意思是什麼 它去解釋 因為有時候 從字面上的意思 對我們內涵也有幫助 所以下個禮拜 我們準備要開始講說 那修的言論 或者它這邊把它翻成說什麼 就是說 顧言修者 這個顧言修者的意思說什麼 就是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說 修的這個詞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為什麼那些意思們把它翻成叫修 用修這個詞 修的含義 或字面上的含義 我們還不要講內涵 字面上的含義是什麼 而去講說它字面上含義是什麼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和我們下個禮拜 應該是下個禮拜就可以把 那些人說正破除 就講完 和正破之後面 因為這個鞋子還反而比較複雜 我們講完的話 到下一個課判 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只要到 像介紹俠滿 介紹三二趣 我就是盡量的 可以快速的唸 我就快速唸 和有些小小的補充 我再小小的補充 或者有文字上不懂的 和同樣 還是一樣 因為大家有可能比我 翻的普及道次第 前面比我翻的還多 我有可能我後面 匹博生愛跟聖魔 他會比大家翻的廣 如果大家以前 對前面這邊有任何的疑惑 或者 不管是文字上面來講也好 或者意理上面也好 不一定我可以 有問題一定就可以回答到 可是至少我可以盡量的 大家如果有什麼 不懂的 字面上的也好 意理上面也好 或者修職上面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我們都可以來一起討論 或一起來 來當 互相討論 互相長知識 這樣子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 不用好像說 我聽不懂 我就一直聽下去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隨時 歡迎來發問 如果大家會害羞也沒關係 你寫紙條 或者你私底下發訊息給我 你不用馬上在課堂上舉手 都沒關係 你寫紙條都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願消三藏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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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